每一只股票都有它比较独特的因素 我自己觉得如果以一个折价日消费概念来说 我相对比较看好 一个是达利食品 另外一个是中国旺旺的 因为这两个它本身在一些产品或者一些强项上面 其实都很适合在过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消费产品 而另外两只来说 包括了康师傅和统一来说 我相信都会受惠 但受惠程度就未必好像刚才那两只高 因为后两只始终在方便面上 其实占的销售比例都有一定的数字 而这个情况之下 就未必真的在春节隔离当中 新年未必吃公仔面 是的 但是不是代表着它们没有自己的优势呢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如果这两只反而表现出来 在过去一段比较中长期时间来说 它业绩的波动性是会比较小一点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就算有疫情影响也好 始终方便面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需求品 所以看到业绩的波动相对是会比较平稳一点 所以就可以给投资者作出不同的参考选择 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话 可能以一个短期消费来说 我相对会比较提高中国旺旺 如果以中国旺旺的股价都预计了一个不错的升幅 如果是价位呢 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现价是否已经可以追入呢 还是目标是多少呢 但是中国旺旺在去年下半年开始 是将部分销售产品价格提升 市场是在憧憬会不会在2022年 继续进一步提升价格 从而有利于它的销售业绩 我认为这个机会其实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看到这个因素是支持着股价 出现一个比较中长线的一个升势 前期股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落之后 暂时仍是处于一个比较稳一点的阶段 我想暂时7.6、7.7的位置 我觉得投资者不妨作为一个周期性部署 譬如说一两个礼拜 如果说两个礼拜之后 以一个轻微水位的话 可以短线获利 反而如果是部署完之后 发觉走势不及预期的话 都可以把止据位置置在7元附近 另外一种也是你相对看短线的达利 你的价位是否都是现价可以的 达利食品的情况又会有点不同 因为达利食品相对刚才那几种来说 它的业绩表现出来是更加稳定的 无论在增长时期或者说的一个下滑时期 业绩的波幅通常都是说单位数字的百分比 在这个基本面之下 亦是令到股价表现相对比较平稳一点 如果我们拉长股价来看的话 亦都看到过去达利食品 基本上是维持着一个双体的整理在这里 暂时现在来说大概处一个中位数附近 如果以短线去说的话 就可以大概在4.5元那里留意 将目标价放在5元 同时也是因为在一个短期性和周期性的保处 亦都可以把指示位置放在4元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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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